这一讲我们继续深入董仲书的名文《妙殿火灾队》 内容虽然简短 但如果要理解五帝一朝的政治哲学纲理 这就是最关键的文章之一了 当时在高原遍殿发生的火灾应该怎么解释 董仲书在春秋的文本当中找到了一个同类事件 那是在鲁爱宫三年 记载很简短 五月新卯 还宫 西宫灾 意思是说 在这一年的五月新卯日 鲁国的还宫庙和西宫庙同时起火 鲁还宫和鲁西宫是鲁国的两位先祖 死后立庙本人的牌位就供奉在本人的庙里 子孙在还宫庙里祭祀还宫 在西宫庙里祭祀西宫 这个规则啊 我们还是不难理解呢 那么两座祖庙同时起火 上天到底通过这件事传达了什么信号呢 线索还在宫阳传里 说这两座祖庙都属于毁庙 也就是按照理智该被拆毁的庙 那么可想而知 他们该被拆毁却没有被拆毁 当然非礼了 上天于是降下火灾 摧毁了这两座非礼的建筑 那么问题来了 祖庙为什么要拆呢 以我们今天的理解 拆掉祖庙才应该是非礼的吗 但并不是 儒家对于祖庙制度有一套很特别的理论 叫做千庙或者毁庙 凡是贵族死了 子孙都要给他立庙 庙里给他立一个牌位 叫做神主 以后凡是祭祀典礼 就可以在祖庙里边即行了 和今天最不一样的是埋葬和祭祀并不在同一处 扫墓这种事要晚到东汉以后才确立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 人事有待窃往来成苦经 死的人越来越多 庙也会跟着越来越多 活人会不会不堪重负呢 天子诸侯这一级的贵族大概还好 土地啊有的是 能够调度的人力物力也很充足 打敷一级就难了 到了贵族最低等级的 是这一级 人数多才力薄 如果每个人家里要弄七八个乃至十几二十个祖庙 就算咬牙弄得起 也一定会引发地价暴涨 活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牙的地 也许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理智对立庙做出了严格规范 天子七庙 诸侯五庙 大夫三庙 是 一庙 我们就拿天子七庙来说吧 就算贵为天子 一共也只能立七座祖庙 其中最核心的一措是太祖庙 供奉的是家族的十祖 太祖庙是永远不变的 另外的六座祖庙 供奉的是现任天子的父亲 祖父 曾祖 一致往上数六代 第七代和第七代以上的先祖 就没资格再享受单独的祖庙了 他们的牌位会被牵出原先所在的祖庙 牵在太祖庙里 这个过程叫做先庙或者毁庙 每任天子七庙当中只有太祖的牌位永远留在太祖庙里 随着迭代越来越多 太祖庙里的祖先牌位就越来越多 而祖庙的数量永远保持在七个 享受单间待遇的祖先牌位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只有现任天子血缘最近的六个 诸侯五庙大夫三庙 遵循同样的规则 是一庙就意味着所有的牌位都摆在唯一的一座祖庙里边 不过呢 这种千庙制度到底是先秦世代的真实规则 还是汉代儒家的大胆想象 这是一个争议问题 但重点是到了五帝一朝 人们开始相信这种制度的真实性了 我们可以根据千庙制度重新看一看春秋记载的 鲁国皇宫庙和西宫庙的火灾问题 鲁国的级别是诸侯 诸侯五庙 太祖庙祭祀祀的是鲁国的开国君主 周公诞 这是孔子做梦都渴望梦见的圣人 火灾发生在鲁埃宫时内 鲁桓宫距离鲁埃宫有十一代 鲁西宫距离鲁埃宫有八代 所以鲁桓宫和鲁西宫的牌位都没资格享受单间待遇了 而是应该被迁到太祖庙里 和周公诞的牌位一起被后世子孙祭祀 那么该毁了庙 既然鲁埃宫没有毁上天啊就降下大火替他来毁 新问题来了 既然鲁桓宫距离鲁埃宫有十一代 鲁西宫距离鲁埃宫有八代 那么早在鲁埃宫的父亲和祖父在世的时候 上天就应该降下大火烧毁这两座祖庙 为什么大火山山来迟晚到埃宫时代才来摧毁人间的非礼建筑呢 道理依旧是栋中书的那句话 不时日不现天直道矣 先前呀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而到了埃宫时代大圣人孔子先身了 鲁埃宫只要仰仗孔子的力量 根据天意的指引 铲除鲁国境内的非礼因素 一定可以大功告成 但很遗憾 鲁埃宫啊 没有这个觉悟 又一个新问题来了 辽东高庙起火 高原便电起火 意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董中书的意见是 既有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非礼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有缘有气 天意因此可以被这样翻译出来 对那些偏离正道最严重的 诸侯王 虽然都是陛下的亲戚 但陛下也应当一咬牙一狠心 杀了他们 就像上天销毁远方的 辽东高庙一样 对长安城内偏离正道的权贵 陛下也应当一咬牙一狠心 杀了他们 就像上天烧毁长安交迈的 高原便电一样 这背后的规律是 罪人在国都之外的话 火灾就发生在国都之外 罪人在国都之内的话 火灾就发生在国都之内 并且灾情的轻重和罪行的轻重 成正比 根据汉书五情志的记载 董忠书上传这篇 庙殿火灾队的时候 正是诸侯王在芒国之内横行步伐 又到长安勾掘权贵的阶段 淮南王刘安入朝和田坟思乡寿寿 说了特别不该说的话 还有焦西王赵王常山王 有灭人全家的 有下毒诛杀两千十高官的 等到刘安筹划叛乱了 焦东王江都王不但知情 还秘密制作武器 准备响应刘安 直到刘安阴谋败露 这些坏人坏事才被牵连出来 这个时候 五弟忽然回想起来 当年董忠书写的 庙殿火灾队 董老先生简直就是高瞻原主 料事如神啊 正因为想到了这一层 对供养学的预见力 佩服的五体投地 五弟这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为任董忠书的弟子吕不书 持辅乐 赶赴 坏难过 主审谋反答案 以春秋大义作为断案准绳 不必向中央政府寝室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 国家大法忽然不再是各种法律条文了 而是变成了一部儒家经典当中的指导精神 案子该怎么判 人该怎么杀 春秋大义才是终极依据 而对于春秋大义的启示权 完全掌握在春秋学专家手上 具体在环南盲谋法案里 就掌握在吕不书一个人的手上 五弟也相当于给吕不书上一课 看嘛 你的老师当真厉害 你呀 还有的学 赐给吕不书的辅乐 相当于民间戏曲里的上方宝剑 既然赐给的是象征杀伐的辅乐 五弟的意图就很明确了 从重 从严处理 吕不书啊 别看是儒家学者 但杀起人来毫不手软 几千人杀完之后回长安交差 五弟对他的处置全盘认可 没掉任何毛病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看七国之乱 吴王刘弊也好 楚王刘悟也好 谋反都是实实在在的 攻城掠地 而淮南盲刘安和恒山盲刘次 所谓谋反 如果说真的付诸实施的话 也仅仅停留在谋划阶段 从头到尾都没有发动过一兵一卒 就算一句春秋大义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该杀呢 就算真有几千几万人参与了谋反 但说到底也只是停留在谋的阶段 并没有真刀真枪的发动叛乱 怎么就到了最不容诛的地步了呢 再退一步说 即便是谋也没有形成方案 只是想想而已 这也要定死罪吗 给刘安益罪的时候 焦鸡王搬出了一条春秋大义 臣无疆 疆而诛 追溯到宫阳传的话 原本是八个字 君亲无疆 疆而诛焉 意思是说啊 对于君主和父亲大人 就应该真心顺从 心里连一个小小的叛逆的这个念头 都不能有 谁要是动了这个念头 哪怕仅仅是动了个念头 并没有表现在行动上都是死碎 那么其问题来了 别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 有些想法 我们确实可以知道 所以现代法律里边 同样是杀人行径 但有的是谋杀 有的是过失杀人 有的是误杀 道理不难理解 如果把误杀和谋杀 就杀人行径而言 同罪同罚的话 正常人都会觉得无法接受 但是不论是误杀还是谋杀 表现在行为层面都有个杀 君卿无疆 却不一样了 完全没有表现在行为上 只是心里想想 竟然也可以被定罪 甚至被定成死罪 也就是说啊 仅有想法而没有付诸行动 依据春秋大义的话 也是可以被定罪的 甚至被定为死罪 这样的话 事情啊可就很好办了 毕竟想法死无对证 完全取决于 谁拥有最终解释权 吕不舒带着天词的抚跃 说你怎么想 你就怎么想 没处说力去 淮南恒山两岸就这样 越牵越广 牵出来一大片的撤侯 两千十级别的高官和敌方豪杰 死者几万人 诸侯王经过这一轮的修理 更加成不了气候了 皇权因此愈发险的至高无赏 朝廷下一步 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下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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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